Good morning well not good morning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people 那大家應該可以猜得出來 今天天氣非常好 你看我現在面窗的這個光啊 哇有沒有一種就是 5月1號是台灣的勞動節 那剛好在香港也是National holiday 表示什麼呢 沒錯我今天得到一個day off 所以我決定就是打電話給我的香港朋友 然後請他們推薦有哪裡可以去哪裡可以吃 今天的受害者呢就是我的大學學姐 Monkey 好吧第一個受害者沒有接電話 那我準備要打給第二個人 我的朋友真的很少喔 喂 喂Elyn 怎麼了 我問你喔 因為今天就是放假嗎 如果你今天有朋友來香港 然後你會最想要推薦他去拿 我 就喜歡移動還是外出 不要hiking 就去大館 你自己已經去了對吧 大館在中環對不對 嗯對 中環附近有什麼好吃啊 好喔那我發給你 Coffee Shopping餐廳 好喔好喔 謝啦 Love you 麻煩了 拜拜 那我們就準備出發 但是我到裡面 鬼 是不是 現在像那個咖啡 我擁 лож 咖啡 今天.. 我們去真的是 Rover 宝醬 趁幾 amerik 行 我去吃 food 在中環 你自己去做飯 我egil 也沒有人在看我 這不重點 雖然我是一個很討厭走樓梯的人 但是這個我記得沒有錯的話就是 香港很著名的石板路 所以這邊走給大家看 我今天看到好多好漂亮的背景好像拍照 可惜 因為我今天一個人所以沒有人幫我拍照 然後因為我今天的腳架帶的是比較小的 所以就算我放著讓他拍 他也沒辦法拍到我就是最正常的角度 這樣make sense 嗎? 沒關係如果不懂的話就算了 現在這個地方感覺我可以來試試看自己拍照 來吧 自己一個人自立自強好不好 呃 好多人在看我啊 試一下這個吧 拍照喔 噢 好的 現在準備有人要走進這條巷子 開始尷尬啦 大家就會看到我一個人對著相機講話 那樣 沒有 這沒有太合理的 算了算了 我放棄 一個人出來就是要我心裡準備 沒有辦法拍到什麼照片 所以我腳步都太不合理了 我沒辦法 好啦 繼續尋找我們的咖啡 你在做什麼? 什麼聲音 其實我經常會用我 謝謝你 我會在這裡 請你們一下 你來看我 不等一下 我先拿我 一個人 有鐵鍵 不會太勁了 大家如果想知道 可能也沒有人想知道 但是我現在在一個廁所前面講話 大家有沒有看到那個酒季牛奶 恩歐是接著它的鞋對面 所以你們從這邊出來之後 就從這個樓梯這樣走上去 就是往大館的路 我今天真的超幸運啊 因為今天天氣超好 而且前幾天 欸是昨天嗎 對 昨天給我下大雨 就是那種好像颱風那種又風又雨的部分 好帥 我現在往這個方向 Y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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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am right I am so right 中環其實除了大家熟悉的那幾個地方 跟好吃的東西之外 我覺得很多像咖啡店跟特色小便宜 都很適合拍照 你看這邊又是另外一個壁畫區 所以大家真的是可以 就是來這邊晃一晃 你隨便哪個巷弄都可以拍照 決定來訓練一下我在街上 這季Vlog的尺利 所以我就來跟大家聊個天好了 今天如果不是因為打定主意說 要出來拍片的話 我絕對不會出門的 沒錯我就是一個這麼懶的人 但我連天早上去麥當勞吃早餐 是我瞎了多大的決心 才能夠踏出家門 然後走到 就是大概五分鐘之外的麥當勞 唉 你看你們這樣看 然後看到這個紅磚 你們就知道大館已經 已經快到了 唉唷可怕 不不不不不 大家大喊到現在為什麼會這樣 大館其實有很多個出入口 那我個人比較習慣是從一個斜坡這樣上去 因為那一上去呢 就有一個非常signature的拍照地點 我等一下要帶你們去看 大家看到磚牆 磚牆 要想到什麼呢 沒錯 Photogenic Instagramable 你看你看你看 哇有有帥帥帥 哇哇哇帥喔帥喔 這個 不知道為什麼今天沒有在拍照 但是這個是大館 其中一個very iconic place to take photos 哇到了 因為我就是一個人來 所以我基本上沒辦法拍什麼照片 哇好可怕你看 所有人都是在拍照的 欸我剛剛講到哪裡 啊我說呢 今天我沒辦法自己拍照 不過上次跟藝人來的時候 我們其實拍了蠻多照片 所以我等一下會在insert進video裡面給大家看 然後像我後面那個樓梯啊 那個也超適合拍照 怎麼拍怎麼好看 我剛剛自己發明了一句名言 就是在大館人人可以做網美 欸我上幾次來都沒有看到這個欸 我覺得我有點密集恐懼症 有點起雞皮疙瘩 你看欸我認真 我認真起雞皮疙瘩欸 傻眼 好密集喔 嗨 my people 我剛剛從大館那邊順著走出來 然後我現在在等那個101或是104號公車 因為我我我我我我 準備要去西環碼頭 那那邊呢聽說它的日落非常的漂亮 所以難得今天放假 然後天氣又這麼好 所以想說還是去看一下好了 OK 掰 結果我剛剛一下車就被吸引走了 你看 我應該買個這個給滴妹 讓滴妹天天要記得吃青菜 我最近剛好因為已經在運動的時候 那個健身器材上面 只能用這種有線的耳機 然後我都壞掉了 所以正在找一副 我到底應該買的 要嗎 yes or no 留言在下面 喔喔喔喔喔喔喔 碼頭現在就在我的前面 其實剛剛從下車之後 大概一條街以外的距離 你已經可以聞到那個 海的鹹鹹的味道 你們懂嗎 就是那種只有在海邊才會有的味道 你們有人懂我嗎 現在時間大概是4點半左右 我覺得天色已經有點慢慢暗下來了 所以我 我才被車撞了 唉唷嚇死我了 然後啊我只能說 那邊不是有很多人在拍照嗎 我只能說他們真的是冒著生命的危險 在拍照 然後我發現我現在也是冒著生命的危險 因為我沒有走在人行道上 但是我剛看到大家都在這邊 所以我以為這是人行道 但是我現在發現它不是 拍照很重要 Instagram很重要 但是我們的生命也很重要好嗎 現在那種海風鹹鹹的味道 有一種說不出的浪漫 我現在真的很希望我們的科技有發達到 我可以把這邊的味道跟 就是氣溫啊 整個就是 所有的一切都可以讓你們知道 因為現在真的好舒服喔 所以我覺得 在網路上 其實我有看到說 這附近還有一些貨櫃 就是可以拍照 那我在想 會不會我走錯邊了 就是另外一邊 感覺比較有貨櫃的蹤跡 因為我這邊已經走到底了 Yeah spend the day alone 其實也不是我自己一個人度過一天啦 因為現在感覺是 你們跟我一起過了一天 I will see you guys with the sunset Bye 你可以尊重一下嗎 Respect OK Respect Thank you 今天他好像直接跳過了 夕陽這個階段 就是直接變暗了 所以 我大概坐在這邊 坐了一個多小時吧 就是坐在這邊 發呆 然後看人 看狗 這邊好多狗 看小孩 哭 給我一隻狗狗走出來了 Look at that Cute 大家現在看到的是 晚上傍晚時間的 中環跟上環 因為我朋友推薦的一家叫 聖香園的 今天是National Holiday 所以他好像沒有開 所以我要轉去另外一間 吃印度菜的 Oh hi 不幸的呢 今天這家印度餐廳 Fully booked 我現在完全不想找 什麼好吃什麼不好吃 我隨便找 隨便吃 Well you have no choice I don't know why but I'm shopping What the fuck What the fuck Wait what 我真的超難 蠻短褲的 很少讓我一穿起來 就覺得超舒服的短褲欸 嗨!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今天在中環買的東西 首先第一個 這個不在中環買的啦 Cremium Metal Ear Foam 然後再來是一個 沒喝完的Lemonsia 我今天總共去了兩家店 一個是ZARA 然後一個是TOPSHOT 首先第一個是真的穿了之後 驚維天人的高藥短褲 一個白色的很簡單T恤 然後上面寫 HAPPLY EVER AFTER 再來是一件就是綿的TOP 然後我覺得跟這個搭起來 就很有CALIFORNIA的感覺 再來下一家呢 是ZARA 然後袋子已經被我摧毀了 第一件是這個 我覺得可以當內大也可以外穿的 其實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穿的到 但就想說夏天嘛 涼涼的穿一下 最後一件是一件洋裝 它就是這樣 stripey 基本上就是在胸下這邊會稍微 緊一點點 但是這邊以下算是寬鬆 所以如果你有Food Baby的話 也不會被看到 好 今天影片大概就到這裡 今天這種比較是VLOG 比較輕鬆 然後跟著我一起在香港過一天的行事 也希望你們會喜歡 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留在下面讓我知道 然後幫我按個like 那如果還沒有訂閱的話 你可以訂閱 它是在那裡 紅色的那個 點下去 free的 喔唷 反正我明天要上班了 好 沒事 I'll see you guys in my next video 掰 不知道為什麼我在香港 每次喝麥當勞的咖啡 都會覺得鹹鹹的 然後知道在日本 Oh my gosh 那個浪剛剛 世上最怕 咖啡